第一個的話呢我們如果要把那個樂透的官方網站的資料抓下來 那我剛剛講的第一個你要先觀察 觀察什麼呢觀察馬一個區塊威力踩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裡面的話當然你可以 抓那個比較接近的比如說我希望抓這個區塊威力踩這個區塊 那比如說呢我怎麼知道這個區塊他的名稱叫什麼 那有的時候他本來是一個DIP但有時候你選不到那個DIP 或者是像剛剛同學問那個影片 影片也沒辦法選取啦 也沒辦法按右鍵那你可以找附近的 比如說我可以找像這個 這個應該一個DIV啦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DIV叫什麼我可以選他附近的就他下面的 文字 選到之後往上去找 我就可以知道說他的位置在哪裡 比如說我不知道這個DIV叫什麼名稱那我可以選這附近的 按右鍵檢查 那因為呢這個文字是在這個DIV裡面 所以你可以往上追蹤一下 你可以發現呢往上 那這個檢查他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你只要移動到裡面之後 他會顯示讓你知道說 你現在選的東西 有沒有他會怎麼樣 他會讓你看到這個東西 他的 狀態 有沒有 甚至這邊會告訴你說 他的那個DIV 然後他的 ID是什麼啦 我們主要是先抓 先抓Class 所以抓那個 網路上的訊息 要不就是抓ID 要不就抓Class 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訊息其實足夠你把網頁上的資料都抓下來 那另外的話 我想要知道這個 這個外面這個框 是什麼 你油標放這個 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 他會自動幫我把這個 框框給框起來 然後告訴我說 他是一個DIV DIV就是這個框框 這個 這個DIV Divided 應該可以叫板塊 我把它翻譯成這個板塊 那這個板塊 裡面的 有沒有 點 你會發現點 點就是Class 裡面的名稱呢 就是這個 所以基本上我們關鍵就是這個名稱 1是第1個 我如果撥洋蔥的話 我要抓 這個Class 我知道這個訊息 OK 所以呢 我們抓的方式 1 先把整個網頁先抓下來 沒有問題 用Request 第2個丟給BeautifulSoup 有沒有 去做什麼呢 Parser 我要爬什麼 第3個呢 我可能建一個Data1 這個Data1 是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框框的資料 先放在Data1裡面 再去Data1裡面 再爬什麼 爬我要的 這一個 這幾個 有沒有 欸 球 那這個球 第1個是Data1 所以 第1個啦 我們先 一步一步來 所以呢 做法 我先把那個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啦 當然我們 不要一次全部做完 你們做練習的時候 千萬注意 不要貼上去沒事了 這個是有好多個步驟完成的 所以 我們一樣 先怎麼樣 這個都固定的 這個不一樣 所以把網址貼上 然後利用Request 幫我GET它 GET它 它就會把整個網頁 的資料丟到HTML 物件裡面 一樣呢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點Test 丟給BeautifulSoup 它怎麼樣 去做Parser 我要去把裡面的做 標籤的取得 所以呢 它會產生一個 SP的物件 利用這個物件做什麼呢 我用SP Find Find什麼東西呢 特別注意喔 所以這個固定的做法啦 我把這個稍微縮小一下 其實 這樣 比對應該就可以理解了 我要做什麼呢 抓取 這個裡面的DIV 那這個DIV裡面的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區塊 有沒有 那這個區塊名稱叫什麼 點兩下 把這個複製有沒有 貼到哪裡呢 貼到 這個區塊 Find Find指的是尋找 這個網頁裡面的東西 它的 標籤名稱是DIV 有沒有發現前面是DIV OK 豆點 表示它下一階要抓什麼 抓它裡面的class 有沒有發現class 然後呢 裡面的名稱 丟過來就好了 應該可以懂啦 反正你範本改一改應該OK啦 不要連範本改的能力都沒有 那就 不OK 所以利用同樣的招式喔 幾乎可以大部分的網站都可以把它抓下來了 所以一定要多試啦 累積經驗值 第一個 我們就先把裡面的資料 先丟到 什麼呢 丟到那個 這個 Data裡面 然後呢 我們用print的方式 把它print的出來 那下面的東西我先把它mark掉 Ctrl加斜線 先不要執行 我們先 第一步喔 那我們看一下 它裡面的.test .test是裡面的資料 全部幫我把它 抓到並且列印出來 OK 來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它列印出來的資料呢 就會是什麼呢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它抓下來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你現在畫面 畫面上看到的東西 就這些 但是呢 在網頁因為它有排版 所以它這個東西喔 它只會幫你把裡面的文字 秀在 這個地方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圖不會出現 只會從這邊出現 101年的1月11號 哪一期 開獎結果順序 那也不會換行 反正全部都print的出來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不是要全部的資料 我們要是裡面的某部分資料 所以呢 接下來第2個 在這個裡面的資料呢 我們再去爬 OK 所以 我把它形容成 像剝洋蔥一樣 一層 剝到你要的東西 就對了 我應該可以理解啦 第2層喔 所以第2層 再來做什麼 我需要把 這個網頁裡面的 什麼東西抓回來 這個東西 所以按右鍵 檢查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它又幫你停到這邊對不對 然後也告訴你說呢 它是DIV 它是class 它的class 是這個東西 可是你會發現喔 會有很多個 一樣的名稱 所以很多個 記得不能用fine 要用fine 什麼 O 對 所以關鍵就是這樣 如果你只有一個 你就fine 如果你有很多個 那你就fine all 那fine all的話呢 它會把它放在一個list 所以如果你要print出去的話 只要是list就要配合回圈啦 OK應該有這個概念吧 這個不熟回去再把 所以一直強調 你就把list 先 再回過一下 那這個熟了再把它結合啦 所以這個其實跟前面也有關係 那我們就利用什麼 fine all OK所以特別說fine all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data2 底下程式該如何撰寫 第一個當然我這個註解就可以拿掉了 所以同學 上禮拜 那個 那個 平常就說 這地方斷點 對我就故意做 每一次喔 先一斷一斷的 你不要很急躁 先 把 像我的習慣是整個網 網頁不用啦 反正就是第一個部分我要的先看一下 OK我抓到了 你才有辦法第2個 才有辦法第3個 才有辦法第4個 千萬不要一次喔 就跳到第4個第5個去了 那你永遠找不到問題 你也不要說問我 老師為什麼最後我抓不到 因為你是好幾個階段嘛 所以如果我要除錯的話 當然我就要倒過來 逆推回去 逆推回去的話 第一個有沒有抓到 有抓到了 才有第2個 才有第3個 才有第4個 不要說呢 第一個沒有 那你就直接告訴我 就像你家裡 突然沒水了 那沒水的問題 可能很多個啊 到底是自癌水公司 填水呢 還是你們家的 那個水塔沒水 還是什麼什麼 還是你們 只有你們家沒水 所以你可能要抽絲剝繩 先問隔壁說 你們家有沒有水 你們家有水 我們家沒水 那可能就是 我們家 自癌水公司 沒有問題 應該有供水 再來你可能要看說 到底你家是 水塔沒下來 還是什麼 水管破掉 抽絲剝繭才有辦法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再來就是 去把那個 這邊 增加一個什麼 威力財的號碼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其實你可以把上面這一行 複製下來改都可以 那改什麼 改Data2 它 多一個叫fine2 我剛剛講過 因為呢 它是很多個 所以我要把它全部都get回來 有沒有這邊這個 5號 19號 這些都是同樣class 所以它基本上會抓下來的話 會有很多個 那至於會有多少個 其實我建議啦 如果說 你覺得 旁邊的功能 因為它有點陽春 那如果說你要 讓爬蟲 更順手 其實在 那個空裡面有個外掛 它很方便 選起來它會告訴你 裡面有幾個 而且你也不用去看檢查 按下去也可以 它會自動跳出來 不過那個外掛的話 我想慢慢我們再補充 我們先知道一下 接下來的話 它還有這麼多個 所以總共呢 它基本上應該會有 10個吧 我們就把這10個抓回來 所以呢 這10個 應該12個 應該6個號碼 所以 這12個的話 我就把它fine all 把它全部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 再去print出去 所以print出去的話 基本上 我們會有 兩種順序 一個是 先把什麼呢 先把前6個先print出來 前6個的話 基本上 找到之後 前6個 就是0到6 所以 我就print它 裡面的話呢 就是 開講順序 然後呢 開講順序之後的話 再來 我就第幾個 for n 等於第0個 到第5個 這個是 6是前一個 所以0到5 指的就是前5個 012345 剛好就是把什麼呢 把我們網頁上面看到的 這幾個 總共這幾個 OK 所以將來呢 這個就0 12345 OK 那我要把它print出來 前面講過了 跑個回圈就搞定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 然後 for n 等於 in那個 range 06 OK 那print的話呢 就把它print 點test 有沒有 然後 後面的話呢 就直接 把後面的enter 把它去掉 那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看到的應該就是什麼 開出順序 有沒有 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 就是 這個敘述 那因為後面我不要換行 不要換行 不然的話 如果你這個沒有加的話 他就會幫你換行 我不講 那 他就會直接串到 這個號碼會跑到下面去啦 OK 跑到下面 那我當然如果 我要把它串在一起的話 我就後面加一個 不要換行 OK 然後呢 把 六個號碼全部幫我列印出來 所以基本上呢 他的test 這邊加一個n 第幾個 然後也一樣呢 換行 否則如果不加這個的話 這個應該前面有講過 如果不加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他會怎麼樣 全部都換行 變成說 開出號碼Enter 然後呢 號碼又Enter 變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希望呢 把它全部接在一起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 在後面加一個 豆點 豆點 and 就是 後面那個 不要有換行 的意思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全部print了出來 那當然呢 開出順序 print了出來之後 你可以把開出順序 複製 再把 後面的也全部把它print了出來 後面 再來後面的話 就是 大小順序 所以 再來就大小順序的話 那就是 6 7 8 9 10 11 所以後面的全部都幫我print了出來 那我們 基本上就上面的 程式複製貼過來 那要換行 大小順序 第6個 一直到總長度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 12個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那 有12個 他就怎麼樣 幫你 減1吧 6到11的意思 這個是 有減1 所以 6到11 意思後面呢 全部都幫我print了出來 所以print的結果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次把它print OK OK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時候呢 他就幫我把大小順序 全部都print的出來 當然 如果你要再把什麼呢 最後 第2區的部分也抓出來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第2區 跟上面的長不一樣 因為呢 他的class不一樣 他的class是什麼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 他的class是 bore rate OK 就是他是紅 他的class不一樣 所以你抓 就要用什麼 用 獨立的再去抓 把它抓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應該不難 不難理解啦 這應該都很白話的東西 等於是說我們把前面的東西 串一串放在這邊而已 OK 甚至你可以用複製貼上來改 第2區這個自己改一下好了 試一下第2區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所以基本上 我們 都是 畫面上檢查出來的結果 放進去 畫面上檢查出來的結果 放上去 那你的網頁就可以解析出來了嘛 所以基本上 只要你了解這個規則啦 以後基本上沒有抓不下來的網頁啦 你看得到啦 再厲害的網頁都可以抓得下來 不過建議 你剛開始不要挑戰太難的 不要沒事一下就挑戰那種什麼 很複雜的那個什麼 什麼 一些淘寶網 或者是什麼 一些 電商啊 或者是一些 太困 你盡量先找一些 那個結構 不要 太複雜了 不然你會 很容易被打敗 那上個禮拜那個啦 就是 抓匯率 銀行的 資料啦 你可以 反正銀行 有些 網站我想應該都可以抓得到 但少部分有一些特例 當然你就是 針對特例呢 去做一些變化 試一下 剛剛那個樂透彩 那程式碼 雲端上都有啦 盡量還是能夠自己把 上個禮拜的東西拿來改 如果改得出來是最好的 試一下 喔